仔细看这个女人 最老头翻开牌面看到方块7 他立刻用手摸下巴向同伴传达讯号 老头的干儿子发现了 让干爹小心被人骗 对方不乐意了 让他输不起就先回去 这下老头不乐意了 但他确实醉了 便让另一个干儿子高静替他玩 高静被推上来后一脸猛逼 就连底牌是哪一张也搞不清 看到别人的牌他又问 高静文言先是看了一眼底牌 然后堆上全部筹码 其他人看到这笃钉的样子纷纷放弃 扬言先让年轻人一把 高静笑了 书伴们无语也都不跟他计较 再开一举女人坐到高静身边来 想顾忌重施看牌 却没想到高静师兄早已识破 弹了一把烟灰到女人眼里 看完牌的高静 跟三十万还大一百七十万 得不到提示的男人只能顾干气牌 另一边的男人看了下底牌 也跟了一百七十万 在派牌后男人选择了缩号 高静也笑 最后开牌男人里 可以个一对 就算高静底牌是也输了 就在此时老头突然心脏不舒服 一群人拿了钱迅速尿堵 老头是老千集团的头 而高静一直在扮猪吃牢 用心理战术将对方击溃 这一波后至少进账一千万 男人们后知后觉 派出打手去追 几人分开走还在大街上 老头和师兄就解决掉一个打手 而高静静直进了地铁 一个男人跟进来 他是龙五也是最厉害的打手 但在来之前 有人叮嘱他不要伤害高静 于是当龙五找到高静时和他约定 二十秒之内如果他打不到高静 他就会立刻走 高静同意了 高静就 大家来 众人一窝蜂散开 两人就在狭窄的车厢里较量起来 你来我网间都带着喊 却都不愿误伤别人 龙五在快踢到孕妇室堪堪停脚 这一举措让高静赞赏 二十秒结束两人开始胡吹彩虹屁 高静和龙五握手言和 并约定下次再见 很快没过几天高静就来找龙五 原来高静将龙五是做朋友 乐意分享好好消息 他马上要去参加赌神大赛 正说话间 李五走出个涂着腮红的女孩 他是阿七也是前几天叮嘱龙五的人 原来早在多年前 阿七和高静曾有一面之友 当时高静加阔人亡 他被保姆带着逃亡 路过一个小公园时 保姆看见有赌局变心痒痒 谁知进了套 当他把自己戒指押上后 庄家便给人使了个眼色 然后 小高静想也没想冲上去追戒指 兵荒马乱中差点被车撞倒 是阿七发现冲过来救了他 而他自己额头上留下一块疤 后来过了几天 保姆被杀害小高静被人贩子抓住 又被阿七看见了 他想救小高静却也力不从心 最后高静被赶来的老头买下 而高静保姆的那枚戒指 后来到了阿七手里 此时此刻高静看着阿七脖子上的项链 也想起了一切 时隔多年阿七仍对高静念念不忘 只可惜高静已有了爱人 正是老头的女儿静青 去参加赌神大赛 也是为了让自己事业更进一层 从而把静青取回家 如果说高静的技能是心理战术 那么静青的技能就更厉害了 为了练就顶级老千 女孩每天用纯牛奶泡手30秒 18年如一日 只为了让自己的手保持敏感度 泡完手后她拿起一根头发丝 将其缠绕后拿起头骨 一瞬间这头发丝就到了谷底 摇了一通后一放下头骨 师兄便听出来 女孩手指微动操纵头发改变点数 然后迅速抽出头发丝 神不知鬼不觉 但女孩最厉害的还不是控制头子 而是换排 女孩将头发丝探入银盆里 电光火时间快地让人反应不过来 徐总底牌后是放回去 但老头不愿意再让靖青展示 他说每个人都有绝招靖青是偷牌 高靖是捉对手的心灵 高靖师兄高傲是做记号 在三人里老头最看好的是高靖 愿意将他捧上赌神的位置 由此来成为赌场的主人 赌神大赛开幕 老头交代高傲和靖青低调出现 而高靖需要迎变所有场次 此时此刻高靖面前坐着一个富婆 富婆对自己的牌很自信 看他长得好也想挑戏 将所有筹码堆上了桌 高靖又看了一眼底牌 他不仅缩哈所有筹码 还拿出一张六百万港币的本票 富婆猛了高靖更进一步 最后开牌富婆仍还有信心 催促高靖快开 三条三富婆崩溃 意气风发的高靖也成了夺冠热门 高傲和靖青也顺利进入决赛 最后的牌桌上 他们对上了来自印尼的苏图 苏图的赌数出神入化 而高靖始终沉着冷静 几轮下来陪跑的纷纷下了牌桌 就连靖青也不例外 桌上只剩下高靖高傲和苏图 在开始牌桌上风起云涌 苏图不看底牌五百万 余下两人纷纷跟 苏图看到K再次加码一千万 高傲拿到绝合Q看了一眼老头 也在老头试一下跟上 高靖的牌面是九和十加三千万 苏图也毫不犹豫地跟上 唯有高傲还在犹豫 台下的老头试意他继续跟上 高傲一咬牙也上 格关继续发牌 发为兼备 神仙多的名 高靖再次看底牌 身后一个男人瞄到他的牌面 用手向老头适应 老头看向高傲让他继续跟上 此时高傲以头冒冷汗只能照做 最后一张牌发下 苏图看高傲的牌像是铜花顺 不停地击他 高傲抬头看老头 老头用唇语让他缩哈 他一咬牙便把筹码推向了中央 苏图见状又转头去击高靖 高靖稳稳坐着 似乎看出他的虚张声势然后 与此同时老头站起来 用2500万美元为高傲家主 高傲将支票扔到桌上 苏图看看他们又看看底牌 骑虎南下最后骂骂咧咧的离桌了 牌桌上只剩高靖与高傲 何关进行了封牌中场休息 高靖松了一口气堵神非他莫属 可他也很疑惑 高傲的牌面并没有那么好 为何会抑制跟上 老头在洗手间找到高靖 告诉他高傲的牌面是铜花顺 让他接下来不要再跟主动放弃 高靖并不相信 灵光一闪他明白老头在赌外围 事实上老头收了3亿美金买高靖赢得住 如果高靖真的赢了 那他就要倒贴1亿美金 高靖不想弄虚作假 允诺老头将来会帮他多赚钱 但今晚他一定要赢 老头叹了一口气看似妥协地拥抱高靖 下一秒 高靖晕晕过去的那一瞬 他突然既起年又家破人亡时 母亲如何形容凶手的 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认贼作父 前来观赛的阿七找到受伤的高靖 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在这途中高傲脑子里都是靖青 他不知道大赛结尾 靖青作为他的未婚妻开牌 19个一对 但事实上高靖原先的红桃石被他换走 高傲获得铜花顺成为赌神 并很快与靖青完婚 高靖伤到了脑子 阿七去寺庙里磕破了头为他祈祷 医生说高靖命大 子弹穿过大脑避开了大部分神经线 但在恢复中 高靖可能会出现瘫痪等其他症状 高靖苏醒那日想要见靖青 但还没等阿七说出真相 高靖便猝不及防地看到了报纸 自此崩溃也失去了味觉 吃什么都吃不下 直到一天龙武带来一盒巧克力 强硬地塞到高靖嘴里 一开始还挣扎得高靖许是尝到味道 逐渐安静了下来 后来阿七将高靖带回家细心照料 两个月高靖始终未发一言 阿七也不生气自说自话 一天看电影时阿七又问 阿七晃过神才发现是高靖开口 经过两个月的自比 高靖想通了这一把他是输了 但是人生不止赌一局 这一关他在阿七和龙武的帮助下 有惊无险地过了 他答应阿七一定会为他拉一次头发 没想到几天后 知道高靖没死的高傲找回来 还带着靖青秀恩爱 这下高靖不封闭地彻底疯了 但就在这时阿七等人被仇人抓住 只能找高靖帮忙 男人准备咬骰子 对面的混混就耍赖 就着上一局的点数压大 并让男人直接开 谁知 混混又耍赖说这把没谣不算 在开之前男人仙悄眯眯地看了一眼 旁边的人看到了 连忙适宜于是混混压了小 结果下一秒 混混不服气亲自来咬骰子 手悄悄地摸走一走 男人闭上眼耳朵闻风而动 停下后混混让他说出点数 开了后补下确实只有一点 原来混混摸了一颗走 男人也摸了一颗 混混大怒拔出枪来 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幸好龙武及时出现救下他们 在这期间赌场上所向披靡的高静 始终就像个孩童 阿七请来医生查出高静精神出了问题 患上了妄想症和初级精神病 这个消息被老头和高奥知道了 高奥非常得意 国际赌神大赛即将开幕 如今高静疯疯癫癫也无法再翻身 但谁也没想到 当天晚上就有一群黑衣人 将高静带走了 阿七等人以为是高奥下的手 直接冲到赌神大赛的开幕室上找高奥 结果下一秒 原来在过去的日子 高静察觉到有人在监视他 所以一直在装疯 然后用最原始的写信方式与澳洲联系 如愿成为了澳洲代表 但他深知老头不会就此罢休 当晚老头便派出了杀手 势必要将高静干掉 混乱中阿七被杀手抓住带到阳台上 逼高静和龙武出来救他 高静走出去 杀手直接举起枪对准他 龙武冲出去然后 他们并没有抓住阿七 看着直直下坠的阿七高静绝望了 杀手拿出匕首刺向龙武 后面有人抄起椅子砸了他一下 龙武趁机将高静甩上来 三人合力将杀手打到还不了什么 用力之大发泄出所有愤怒 最后高静一脚将杀手踹下来 只是可惜无论杀手再怎么踩 时光也无法倒流 阿七受伤后高静一直很颓废 大赛的那天早上龙武进来叫他 搞钟了 我不带你一定输 我想进去 高静去了医院 此时的阿七脊椎骨永久伤财 成为植物人连自主呼吸都做不到 高静曾说过会为阿七捺一次头发 尽管现在阿七看不见了他仍做 高静拿出一枚戒指 向天发誓娶阿七为妻子 戒指戴上那一顺 一滴泪水滑过了阿七眼角 高静扶起阿七紧紧地抱住他 然后他关掉了呼吸机 因为阿七曾说过如果不能自由 宁愿拔掉呼吸机 而高静即将迎来自己的翻身战友 也是自己的最后一战 他要了结一切就只能背水一战 比赛开始 连续20局高静都不跟 任凭高傲不断进前 到了第21局高静看了眼牌 终于开始上筹码 此时老头请来的偷看高静牌的人 早已经老眼昏花看不清了 没有了老头的提示 高傲放弃了这一局 再开一局场面进入了白热化 丑马越加越大 高静更是直接推了1500万 再次发牌高静得了三条二 他直接缩下 桌上另一个男人也毫不犹豫跟上 对此高傲犹豫了 这时高静又看了一眼底牌 后头的人瞄见是一张红星石 便立刻示意老头 高傲还在犹豫 老头却示意他不要怀疑的根 于是 最后一张牌高静是张黑桃石 男人是红桃酒 而高傲是铜花顺面 他装慈悲让高静问问还有没有钱 高静又看了眼底牌要求封牌 他去和澳洲人沟通 但没有多得住马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输了时突然 我有 是静青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血 原来他和高傲结婚后一直不幸福 高傲见状气到打人 静青却不管不顾 最后高静拿了这三千万 缩高傲的所有筹码 高傲不屑地笑再次加码 用这局牌买高静的双手 桌上另一个男人闻言 直接离戏不愿和他们一起封 高静先开牌 高静愣住了老头等人缺笑 原来就在刚刚 静青走到高静身边时 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他的牌 给钱只是一个借口 高傲得意地站起来 想不到上次赢倒神带出一副什么牌 这次是一副什么牌 各位 花顺 被扔下的那张牌却是黑套衫 高傲呆住了 下意识问老头怎么不是红星石 原来这一切都是高静的寄重钱 他早在看见静青的第一眼 就知道女人已经变心 变心的女人是不会帮她的 所以故意让静青换了自己的底牌 但这底牌却不是他们看到的 而是高静藏在戒指里的牌角 龙武拿过斧头要讨高傲的手 高傲直接疯了 抢过斧头去砍老头 老头想要顾忌重施枪击高傲 可拿出来却是纯高 原来高静安排人在比赛前 偷偷换了他的枪 而高傲也没能落到好下场 最后国际赌神落到了高静头上 从那以后高静就很少再出现在人前 有人说他收了两个徒弟 也有人说他去了尼泊尔 但真正如何谁也不知道 高静赢了世界 却输掉了最爱他的阿七 人生就像一场赌局 但他无法重来 永远都只有背水一战 只有心理承受力强大并拥有真正技巧的人 才能成为牌手 而不是别人手里的牌 而不是别人手里的牌手 而是转她的牌手 也有想法 让我留下了 宣传